曲・辰 Vall議員 各位 今天是我說大波野經簡介 是最頭的一堂白 当然,《大波夜经》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在这十几行中 我只可以很简单地介绍 让你们明天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看 这并不是我讲《大波夜经》,而是我介绍《大波夜经》 我尽可能将我在哪一品、哪一道学到的 尽量介绍给你们,自己去参考 最重要的就是记得我讲《大波夜经》 不是讲《整部》,而是最特别的就是 讲《大波夜经》的《大波夜经》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就是在前五会那里 就已经在前五会那里最债性那里 所以前五会里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我用五种《大波夜经》来讲 五种《大波夜经》之中 就是《大波夜经》、《大波夜 했》、《大波夜 исторically》 要体会就不可以来讲解析 故事那些就比较难明一些 但是说到方便科学就是重体起用 科学学实上就是无亦无相 但是可以起很多种的用 为什么会起用呢? 因为善巧方便 故事在方便科学里面 很多东西都讲得很诚实 上一次最后讲就是说 如果走到这个深深科学的时候 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相菩提 无相菩提即是普通 阿纳多罗三了三菩提 现在阿纳多罗三了三菩提 是谁能够正德呢? 是佛然后才能够正德 而那些做大菩萨的目标是向着什么呢? 目标是向着无相菩提 如果普通就这样发菩提心的 可能是有推转 但是如果我们修行深深科学 然后无相菩提的时候 当然要经过不推转位 而之后才能够正导佛和 而正导佛和的就是有三德 上次我讲了这个多罗三菩提心的 而这个多罗三菩提心的 就是说这个法性 是看不到这个法性 而自己的心和那个分 那种生是三菩提心的 是同样都是身土不以理智一愿 圆满陀佳归无所得 即是是无所得的 而是自定的 是不以法门的不可知的 这个就是法身德 但是如果要运用这个无相菩提 来教化众生的 这个就是波耶德 就要以这个佛身来教菩萨 以这个化身来教三界的众生 这个就是表达到他这个智慧的波耶德 而最后就是解脱德 解脱德就是三界众生非常之古老 为令三界众生能够是可以得到解脱的 就要然变化身 而然变化身就事业 自我解脱就临他解脱的 这个就是解脱德 那有些人就会问 有发身就假 有发身得就解脱得就多也得 那这个三德是有上有中的 那是不是跟这个裂盘有些不同呢 有很多人就以为正大菩提 得大菩提 就是正大裂盘 那你得了大菩提之后 怎样之后才叫做得大裂盘呢 但现在我这里在讲话里有写着三德显裂盘 什么叫做裂盘呢 最极直症的就是裂盘 裂盘就是直症 在什么时候是最极直症呢 你见性的时候 你误到本性的时候 那你那个时候呢 就是最极直症的了 看起来这个讲话 善意有问 一切化平等性是本性空 非能有所作 云何豪杂行心哥也事 不动性意 以四摘盈亦有情 这边就是说 佛善意不是他自己不懂 而是他想问佛 因为经他一问 佛自然就没有答 佛答的呢 那时候呢 各个人都知道得到了 他问有没有理由呢 有没有理由呢 他说 一切化平等性是本性空 即是呢 如果能够正到这个心性的时候 知道本性是空的 所谓的呢 即是 无知亦无德 不生不灭 不救不正 是无 即是 各样呢 都是平等性的 所谓平等性的呢 是无起无福 无动无作的 那他就说了 所谓本性空的呢 非能有所作 即是无动无作 云合菩萨行心般若事 为什么呢 菩萨如果行心般若波罗文多的时候呢 不动性意 但是 你在圣意底上去说呢 一切是不动的 即是 无义可算 无 无 自恋可思 不动性意 全部呢 就是 圣意空的 而 既然 不动性意 云合 以四节 遥益有情 这个四节呢 即是 布施 爱语 吏行 同事 你四节 既然 是不动性意 要怎么样 可以用 这个四节 来到去 遥益有情呢 佛呢 就回答他 他说呢 知本性空的呢 是佛和菩萨 但是有情呢 就不知本性空的 有情呢 就是有种种妄想见到的 如果那些有情 佛和菩萨 verkligen 自知吗 如果法 restrictions 發解空的时候 那样 佛 Io 就没有 做种种的仆事 来教化这个有情 但是友情不是种种妄想变倒就我侄 所以发挥令友情远离种种妄想变倒远离我侄 虽无所动,虽然间不动性意 无论是讲也好,做也好,都是本性不动的 虽无所动,但依世俗代因为要依世俗,不是依性意 作诸事业,作种种事业那些事业 性意帝无作无为,但是世俗代作诸事业 所以说作诸事业就是依世俗代 依世俗代而行佛事的是不动性意的 依世俗代而行佛事业不动性意,不会影响到这个性意制 再次说佛又说了,如果佛吃了佛之后,他要化妒忠生 当然不是法身来化妒忠生,是要用变化身来作种种的佛事 他说如果用变化身来作种种的佛事,这些是不是有实事来的呢? 佛所作的法事,是不是实事呢?是不是不空的呢? 佛就说变化所作的事,成所作事,所作的事 佛就是会说变化身来作为变化身体的佛事 和本性空的理法是非合非散 你不可以说它是同一样,或者是离开空性没有变化的 因为为什么呢?空就是讲本性 变化就是讲本性的佛事,变化做佛事就是世俗帝 西俗帝不离圣义,圣义帝也可以发出这个世俗帝的事业 西俗帝不离圣义,圣义帝也可以发出这个世俗帝的事业 柔柔是說 若法以生滅以生合者 事發非法 你們看這個講義雖然是幾句 但是你們要知道事發非法是發生 不是發生 若法不與生滅相合者 事發非法是說發生 不是發生 如果說發生人 就是與生滅相合 法相程度 是否有出生亦有自然滅盤 是不是與生滅與相相合 這個是發生 不是發生 若法不與生滅相合 無生亦無滅 這個是事發非法 最後這是甚麼呢 有不與生滅相合 之不虛枉法 此即烈盤 有法 有佛法生 就與生滅是不合不善 但是如果子是不與生滅相合 無生亦無滅 是最極直正的 這個是實而不虛的 這個就是獵婆 即是告訴我們獵婆是永恆 是不虛枉法 如果是與生滅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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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這個獵婆 所以你如果想知道甚麼是獵婆 即是不與生滅相合 這個是實在的法 所謂實在 不是真的有一個獵婆可得 即是說它是常直正 這就是何時都如此圓滿 何時都如此建成 何時都沒有變化 這個就是獵婆 那大家知道 三得者就是獵婆 法生得 解決得 和波野得 獵婆 就是不與生滅相合 之不去枉法 就是獵婆 所以說 其實獵婆 與你所謂發生 是無意無別的 現在還有一句 它就是獵婆 而一切法 仙己非有 後亦非無 至性償通 不應經報 英國如是 方便善巧 教課 教授 新學學生 令知 諸曼 自性 償通 這幾句說話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大波野經理員 說得是非常清楚的了 它說 如果說到法性 法性 何時都如此清淨 不是先有 後無 這個一切法的性 仙己非有 後亦非無 無說有 亦無是無 亦無先 亦無後 因爺爲所謂 千仙огод 壹事 之類 очь臨 何時 和徒 正軍 四分今次 那裡要說 遲忍 換這是 為什麽 法性 仗次 建向 善巧 善考方便,不是讲这个实相的。 为教身学菩萨的原故,用种种方便善考去教戒。 奥飞都是想他知道诸法自性是空, 讲到尾都是自性是空,一切方便善考的教化都是假施切。 为你教化身学菩萨,自假施切又种种上。 最初我讲,这个方便说的是四门。 四门就是无尽相接门,因果差别门, 尿上尿空门,以及公质九景门。 四门就讲完了。 但是,这个欧阳景毛先生也有说, 他说,方便的东西,在这里这么多的四门之中, 不外是十译齐叫,有十个意义。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十译是什么呢? 一切法非有非无,不可舍皆无,亦不可舍皆无, 如果我执有一定实尚。 执有这个行为? 是什么是打错的? 这句话一切法非有非无, 这里就是说这个方法性, 就是说这个心性,就是说这个本体。 不可说皆无,因缘和合的时候,愿而犯法存在,不可以说无,也不可执有一定实相, 面对愿而存在的一切法,千万不要执着,以为它是真实,凡是及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故此这句一切法是说法性非有非无, 但一说到法相来说,不可以说它是无,不可以执为实, 即是什么?加油! 这句就差不多在无尽商节门那里,已经一句说完了。 第二,它就说,法界不离诸法,诸法依族帝建立。 这里我们又要看到,什么叫做法界? 法界就即是法性,一切法之所以就叫做法界,一切法之本体就叫做法界。 这个呢,法界为一切法之体制,所以不离诸法, 什么叫做诸法? 诸法即是一切有食有相的生活法,是诱惑法,是因缘所食法。 诸法的,所有诸法的,说是什么什么法,什么俗行,什么依族帝建立,是依世俗帝来做它讲的。 你知道,说法界就是无形无相的,是幻法之本体。 诸法是避世俗帝建立,全是有名相和有形状的,这是西俗帝来的。 西俗帝是这样,性义帝又怎样呢? 性义是不动,唯有情乎,依族切教。 法界就是法性,不离诸法。 性义帝又怎样呢?依族帝来做建立,一切诸法。 而性义是不动,不理多少经教也好,多少言说也好,性义帝是不动的。 不过,为教有情的缘故,依世俗帝而施切种种的名义。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两件事就是西俗帝和性义帝,它是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一看哪一部经讲什么,你们就知道它是从哪一方面来说,是从性义帝或是从西俗帝来说的。 是说你就是正义,是从性义帝来说,是从性义帝来说。 是从性义帝来说,因为你是无连无双,但是是有恶有伤的。 这里就是说你和是从性义帝来说。 在刚才第一项,就是说无尽双变门,现在下面这一支后来都是说因果叉变门。 因果叉变门就是说有因果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因果的。 菩萨从发生开始,戒向一切上斜。 这里所说的,如果菩萨是想学习,他从发生时开始,他的目标就向着佛师。 一切上斜。一切上斜是佛师。 你们还记得一切上斜是声门斜,道上斜是菩萨。 一切上斜是不合一切与道上斜的就是佛师。 因为菩萨上斜是从发生开始,目标就是向着佛师,不是向着佛师。 如果菩萨是初初要学习的时候,他是向一切上斜。 但是菩萨不是不用学生物的东西,也不用学菩萨的东西。 一学就是要明白佛的东西。一切上斜是佛的佛。 是吗?不是。 但是,如果你想学过东西,先知一切法,应该知道世俗法是怎样。 这个五幻十字处十八大是怎样。 这些是什么法?是声门法。是一切法。 应该知道佛法。 初初学过东西,一学就是学佛法。 应该先了解什么是五幻,什么是十二处,什么是十八阶。 这些是声门法,应于一切法中学。 菩萨为道相知而学。 不只是学一切法。 那么简单,也应该为道相知而学。 什么是道相知? 是菩萨的知。 是菩萨所学的知。 所以说,如果你想学的真火差别本会告诉你,你要在声门法中学,也应该在菩萨的道相之中学。 这里说,所以在灯过差别本里面就有编学品。 编学品就是说,你为什么编学声门段字? 你要学清门法,来知道如何去改善。 那你又要什么呢? 又要学菩萨字,得到离生。 离生,我上次有说过。 不过我知道你们不会那么容易记得。 什么叫做生? 离生啊,一切有所得,就叫做生。 什么叫做离生啊? 一切发皆无所得,就叫做离生。 如果学菩萨要最最正的知,来到他知道哪些是有所得,哪些是无所得。 所谓以无所得为方便,习无边佛法。 这一个就是叫做离生。 这一个就是叫做离生。 还有偏学。 那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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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就生,无相是离生。 这里就是说,以无相为相而偏学。 就是以什么来到去偏学呢? 凡有学的时候,当然有相假设之上。 以无相为相,然后学而无相。 这样才能够得到这一个科学。 好了,他就要以无相为相而偏学。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便方也那里有偏学品,又有赠次品。 赠次品那里说什么呢? 以无相为相而偏学。 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得到这个无相为相。 无相为相的呢? 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心性是以无为相。 无相是不可得,是无相可得的。 是诸或空相,这个就是以无相为相。 而占学,这个占学是什么呢? 一步一步来到去学。 所以,我们在这个占次品那里就有。 我们要修六道,要修六念。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无相为相。 占次品里面是有十三样东西。 就是以无相为相,这六道,这个六年。 那不是,每件事都认为无相无相。 全部都是以圣语来说,那不是。 因爲方便般若是要用善巧方便去教化仲珍 善巧方便是安勿众上而知其假 即是施贴种种的名义 但是要知道这些是假施贴是善巧安立 那你就不会有执着了 最后就是什么呢? 一心勒舌一切月满 即是你虽然施贴种上 知道一切是假 什么只是真呢? 一心勒舌一切 一绩一切 佛教很多那些说话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什么叫做一绩一切? 一心勒舌一切 一切都圆满 为什么? 重用涉用归体 看者是一心 用者是千千万别 身体勒舌一切 一切都是圆满 那这里呢 这个十二呢 就即是说 这个波也虽然实相是不可得 而方便练巧呢 是不利的十二 所以就是十二提要 那这个安立众上 不知其法呢 这个就是妙相妙空门 一心勒舌一切 一切原本 就是功德救警门 第一 就是无尽相舌门 这个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都是因果差条门 第九 就是妙相妙空门 第十 就是功德救警门 那我们呢 就可以很简单 来到去知道这个方便多东西 又可以在四窟那里 去看这个方便多东西 你又可以在二十品里面 来到去认识这个方便多东西 不过呢 我是单单单单 就将这个五种的歌语 略略来到去介绍 简单来到去介绍 我初初在大光夜精神了些事 我的大光呢 就是有六个大光 有六个大光 第二 有些是 我初初听的 你们要知道 第一 我讲大光夜精的译本 第二 就讲唐元庄法师译本的结构 第三 就解释大光夜精的经题 第四就是大光夜精的中心思想 而大光夜精的中心思想 是说了 那现在呢 我讲大光夜精与大智道论 这个大光夜精与大智道论 我不是解释大智道论 不过呢 我是介绍给你们知道 有一奥的论 叫做大智道论 是很出名的 这个大智道论 大智道论是有一百卷这么多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是介绍这个大智道论 我并没有讲这个大智道论 因为呢 这个大智道论呢 和这个大光夜精 是这么有关系的 那我就提一提了 大智道论 你一看它 这个大智道论呢 你记得是什么呢 大摩康波耶道波罗密多 摩康波耶波罗密多的论 是解释什么的呢 论是一部识经论 解释经的论 论有两种论 一种就是解释那部经的 一种就是总设个学经的意义 所以论有识经论 和总经论两种 那现在大智道论呢 就是识经论 解释什么呢 解释大波罗密多的经论 共有一百卷 那这个大智道论 你随时在这个网上 看识经也有的了 外国有识经和随时都有 论是靠摩洛实议的 这个大智道论 所以靠摩洛实 就是依它所翻译的大品 摩康波耶波罗密 经的品名 我们回去看看 这个靠摩洛实 所议的大品 波罗密多的经论 是有七卷 九十品 那么多的 既然这个 靠摩洛实 它议这个大智道论 当然它是医回它议的 大波罗密多的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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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九十品 而这部论 大智道论 有四十卷 解释经的前六品 你想想 它有四十卷 解释经的前六品 我这些是借你过的东西 只用六十卷论文 式经文之八十四品 它就是用六十卷论文 来解释经文的八十四品 即是它只是解释前六品 下那些的八十四品 是很简单 你想想六十卷 来解释八十四品 是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提过就算了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大智道论是解释大波罗密多的经论 是解释经的前六品 其他那部六十卷 就是略略提过这个经文 这个你们知道 有大智道论和大波罗经的关系 我就提一提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大波罗经和现观庄业论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现观庄业论 是解释这个大波罗经的 但是物中就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现观庄业论 是解释这个大波罗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观庄业论的译管 就是由这个法尊法师译人 法尊法师是很后期 是解释大师的学生 他就是从藏物里面 是逆过来的现观庄业论 现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一个现观庄业论 原来就是大波罗经的 中心思想的宿舍 现观庄业论是什么呢 现观庄业论是弥勒菩萨 为无穿菩萨说的 大波罗经的纲要 是大波罗经的纲要 那谁译出来的呢 由法尊法师译出来 共有十分 以百事七十二 涉这个大波罗经第二份 八十二份 大家知道了 大波罗经最出世的就是这个 最初的第一份 最初的第一份 你要看看唐玲庄法师的唐役的结构是如何 唐役的结构就是有十六回 而十六回之中初一会是极详细的 第二会稍微弱些 不过就已经比较中文 又不是太长又不是太量 就是中等的 这个现观庄业论 就是以百事七十二极大波罗经 第二份 八十五份 如果你在唐经里面 你看第二份 就有八十五份 那个并称是出来的 现在我所说的 就是想将这个大波罗经 和展观庄业论 那种的 就是如何来继续配合呢 那我就不是说 我知道现观庄业论 是很有分量 和说现观庄业论 都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如果我说大波罗经 又不是现观庄业论 就不是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大波罗经 就以大制度论 来到去解大波罗经的 就是发圣中解大波罗经的论 而现观庄业论 就是发上中 来到去讲大波罗经的论 所以我们如果现观庄业论 一定就是要提到大波罗经 和现观庄业论的关系了 那样我不是说 不过我想你们知道 如果你们听过 阿光某日讲大波罗经 有没有提到现观庄业论 你知道有个看病 我希望你们真的懂得解 不过我亦都会告诉你们 为什么叫做现观庄业呢 这些论论就叫做现观庄业 什么叫做现观呢 这个现观庄业论 它全是用现观的字 来说的 现观者现前观察 是现亮 是很清楚的觉面 这个就叫做现观 所以你平时的人 我现亮亲定 我现亮体验 这个就叫做现观 什么叫做庄业 不是靓 这个是树性 这个是很树性的境界 这个是啤的境界 是现前现亮正德 那种最树性的正义境界 这个就叫做现观庄业 意思就是说这道论 是庄述大乘菩萨 如何从初八真乃至正德佛果的过程 就是在现观庄业论里面 就来做庄业论里面 我很有心思 将现观庄业论里面 十分 摄八十五分 你们有这个表给了你们 很早就给了你们 这样呢 这里呢 我初初就想着 就这样给你们一个表 你们回去就知道到 这个现观庄业论有十分 有几多白品 第一是庄业论 第一是庄业论 第二是一切上智品 第三是道上智品 第四是一切智品 你们就知道了 一切上智是佛智 道上智是菩萨 一切智是世文智 这样呢 那里呢 先先就是讲这四品 至于下边所摘了多少品 多少品呢 你看一下就知道 因为我没有列出那些品名 这样呢 你们就会知道到 除非你们看《学经》 你们就知道 不过你们可而知得到 在一个一切上智品里面 是讲什么呢 讲《社利波夜》和《善严波夜》 你知道《社利波夜》和《善严波夜》 在这个一切上智品里面就讲了 在道上智品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实上波夜》之一 这个《实上波夜》是这样的 一品都讲了 里面呢 里面呢就有《原本一切上》 《善严波》 第五品 也都是有讲《实上波夜》之二 第六的《丙严观品》呢 也有讲《实上波夜》之三 第七的《善严观品》呢 就是有讲《方便波夜》之一 第六的《丙严观品》呢 就有一些是讲《实上波夜》之三 也都有讲《一部分》呢 是讲《方便波夜》之一 然后呢 第七呢 《善严观品》呢 就讲《方便波夜》之二 《刹严观品》呢 《丙严观品》呢 是《方便波夜》之三 《方便波夜》之三 《法新品》和《制作品》呢 就是讲《中德相品》呢 就是讲《中德相品》呢 以及《孔定品》呢 就是讲《佛的三德雅列》 那些的 我为什么要将它寫出来给你们看呢 不过让你们知道 《丙严观品品》和《大波夜经》 那种的关系 我本来讲到这里就算了 但是我也觉得 你们有诗人可能就是 我刚才说 现《观装严论》是一个很好的 是一个发上《中解的大波夜经》的论 究竟现《观装严论》 是有法品七十二的 是哪个法品 是哪个七十二呢 因为我不是希望你们好像我这样 我一早呢 读着《观装严论》的时候呢 我就念了它出来 这个七十二 但是我知道 你们今天所听的呢 是一个重种子 是一个现象 将来你们可以在《大波夜经》里面呢 是有很大的成就 很大的发挥 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呢 如果将来研究《大波夜经》的时候呢 同时呢 都是研究这个《现观装严论》 是《现观装严论》的那个法事 因为我一开始预备印出来给你 但是呢 现在都好 给了你们 就当于一本书 这样看 是很简单的 你想知道 这个《现观装严论》的七十二是什么呢 每一个品里面呢 是有多少个意义 这个呢 今天是给你们的 如果你们回去呢 就会看看 如果有兴趣 就严股严论的呢 你们呢 就会知道这个 白品含有七十二 是哪个七十二呢 第一 一切相似品有十个意义 第二 第二 道相似品是十一个意义 第三 一切智品是九二 第四 原本总相加合品是十一意义 第五 顶加合品是八二 第六 战斥加合品是十三意义 第七 明察罗加合品是十四意义 明发新品是十四意义 今次呢 我就是将这个 就是我所要说的 就是 初初我说这个 《大波夜经展戒》 那六段呢 我就很简单 就是介绍给你们了 希望呢 你们呢 听这个《大波夜经展戒》之后呢 又是很努力呢 来做它去研究 如果不是用来研究都好 一力以根 永无忘失 都是种下一个《大波夜》的种子 这个《大波夜经》的种子呢 是非常之好的 法国提升 能够呢 能够呢 是最成熟的 这个《大波夜》的种子呢 是非常之难得的 那我今次呢 呢 这个法国呢 就已经就太爽圆了 我是希望呢 你们有些问题呢 就来到他去问我 不过呢 我在讲这个 这个《大波夜经》之后呢 我呢 就是有几句话 告诉你们听 那这个法国呢 我是非常之开心 也非常之感谢 第一呢 就是当年是多谢 中年确认有这么好的地方 给我们做他讲 第二呢 我就很多谢 能够呢 是帮我们设计这个电脑啊 还有呢 有这个电脑 还有做PowerPoint的 那些你要强 还有陈杰常 来到他帮我 我也很多谢 有很多谢王子祥 和我录影 也很多谢写字楼 陆山和谭山呢 是每一次讲经 他和我呢 是安排好这个电脑啊 而我最多谢的呢 就是你们大家的支持 那有呢 德国法会的呢 就是有讲 也是有听众 那你们呢 我记得到我开广那一天呢 去参加的呢 就是四十三日 但是呢 出席的日数呢 一直都没有 那还有呢 最后的呢 呢 就是四十多日 啊 有四十多日 平均的日数呢 呢 都是得到 就四十三日 我是非常之 多谢呢 你们是这么来到去支持 这个法会 那我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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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呢 那些 那些 普通的 来听的 都不会 真的 来到去听的了 那我呢 我就以为呢 那些 那些 那些人呢 就是陪太太来的 有些呢 就是陪先生来的 那样呢 那样呢 我呢 都觉得呢 就是 自己这场 就是开心 能够呢 由他们来 做他的支持 我都很感动呢 因为 上一次 我就 看到 霍广莲 那我就问他 我就说 啊 你 悶不悶啊 那我就以为 她是陪太太来 我说 你悶不悶啊 你猜她怎么回答我呢 你猜她怎么回答我呢 我呢 不悶啊 我是获益良作 那我都觉得 以无所得为方便 习无边不法 那我呢 我就说 我很感动 下面 她竟然可以呢 用那句说话呢 来 去答我 我就觉得呢 啊 我很感动 我知道呢 她们都是好 有心机来听 那我呢 就见到 我呢 我呢 就见到 我就以为 啊 李耳南呢 就是陪啊 韩德台来到她去听的 但我无意中有看到她 拿着我 那本书 那我呢 那我呢 她是有心机 是学佛 是学好手的心机 来到她 听到你的 如果不是她 不会拿着我 那本书呢 我就非常感动 那我呢 那我那边的同学呢 我就是跟她一起 这样去研究 那我也呢 我也都知道呢 也是有过命 那我呢 那我呢 这么多那些同学呢 她也是真真实实地去研究的 我真的都知道 陈港瀾呢 他自己说 他也有上网在这个 荷榮說,你最重要將那些品名告訴我 我就有得來參考 我知道她給了很多次見我 我又知道有很多同學 劉冠喜先生 她很有心思寫 我們知道有很多同學 因為我這個法會 本來她是回香港的 她都延期寧願是11月折返 她都等聽了《國經》折返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班同學令我非常鼓好 而且我是非常開心的 有人問我,你何時再說 我就說我不可以齊襲鏡,何時再說 還有《國經》問我,你下次的行使力 你何時再說經? 我說我現在還未曾答經,你何時再說 如果每逢我每一次講經 我很怕是對不起我的同學 我一定要做很多功夫 做到很熟練 而且做到要說到他們很明白我年之後才說 但是以我現在這樣的年紀 以我這樣的精神 真的突然之間就有很多事情 就像我講到第五講的時候 一會兒就說三蛇 一會兒又頭暈 一會兒又腰痛 失經無神就有很多障礙 我自己就覺得不可以太長時間去安排 什麼時間去說 但是我是很想說和很歡喜說 如果我第二次講的呢 我是說不識 我還有呢 我亦都希望說 法式是舉重 一會兒說我先生 是否贊成呢 然後呢 就有很多人 說你 是說法式是舉重 有很多人叫我講遺識 我說法式是舉重 是容易說 一定要明白很多遺識的道理 然後才可以明白 我呢 就說 如果我講 我就是講法式是舉重 但是什麼時候講 可不可以有機會講 這次就等機遇了 我是很想講 因為我和你們一起 我是很開心 但是呢 我知道 每樣都是講恩怨 如果我的體力是好 我的精神是好 這樣呢 我就不會和你們再講 這個法式是舉重 因為我 對於這個遺識 我是很想說的 這樣呢 如果第二天呢 我就會說 這個法式是舉重 那我呢 我要講的話呢 很多時間都是這樣 現在呢 就是等你們 有什麼要問的呢 你們就問就好了 那我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上次我立首 上次年輕的學校 那我講完的時候呢 阿何德財呢 就問我 她說 什麼叫做六道 那當然她當然知道 什麼是六道啦 不知 絕技引入 經濟前線 示威也敢知道 但是我一聽到她這樣講 之後呢 我立刻就問 我要將那個六道 講清楚一點給她們聽 但是呢 我寫的時候呢 我就想著 我寫六道 你們現在學學人都有的 那我要講清楚 每一道書都有不同的差別的 這樣呢 不是個個都知道 或者有些你們是知道 但是呢 有些你們是知道的 那我也都不會在那裡 用時間講 我寫了一些 給你們回去看 你們回去看 每一道 都有一些不同的 怎樣 不是說就普通 忍辱就算了 那不是普通精進就算了 每一道呢 都有三種不同的痴訣 那你們呢 為什麼現在有一些 錄到出來 就是一例 何德才問我 所以呢 我就 沒有機會講了 我就寫了 反正都寫了 不過不如太辣死 你們的學人都有 可以看 你們有什麼要問 有什麼要問 有什麼要問 就要跟我聊 那現在呢 就請問你們 跟我聊聊 有什麼要問 因為你們的課堂呢 都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你們的課堂呢 都沒有什麼時間 是否發生得到 是不是 善言問 見實相者 毛澤燕 清靜可得到 最後 是 相簸 三個 沒有 那麼 有些人 要修堂 有些人 有些人 每次 你要提交 所以你們那些字是低的 我要放個十六號字 變成你說多少字我和我都不同了 這裏 諸佛 諸法 方便善巧 建立種種法 友情 名相 差別 非職有為法 及無為法 情感 化等 說明 正義 非職有為法 及無為法 別有聖意 至故菩薩 甚深波也時 以不同聖意 行菩薩 行 即正無上菩薩 諸妙不良 道諸眾生 你聽著 現在所說的就是 發生本來是無責任 清淨可得 因為現實上 發生就是清淨 但是 亦都不樂於言說的 你看上面所說的 佛說一切法 平整成為清淨法 依世俗帝就叫做清淨法 有明了 有明可得 有相可得 這些就是世俗帝 而言語道斷 而言語道斷 你記則 唯摩基 問 什麼叫做不義法盤 你說多少也好 都不達到目的 為有不出聲 那個就真是不義法盤 佛說 佛說 為何明明是異語道斷 佛說 相是清淨可得 為何又說出那麼多東西出來呢 又說一切有情 又說那麼多明相 為何要說那麼多東西出來呢 那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 這個有違法 無違法 那些 不是說跟這個正義是一樣的 非的 不是一樣 就是說 我說那些善巧方便 這麼多明相 不是跟這個清淨評審法是一樣的 為何呢 因為那些所說的是假思遲 非利 有違法 無違法 別 有正義 而不是離開的 如果離開他所說的 這個法性的時候 離開這個正義制的時候 根本上就無一切法可得 因為一切法是依這個實相 而非方便 善巧 建立的 所以不是離開這個法 這些法 別有正義 亦都不是跟這些法一樣的 是有差別上的 所以說 非即 非離 那麼 Buttaya 善巧 善深 красив 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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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謙 這有種 Staving 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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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是不膽的 所以說不動性義可以幸福殺行 也可以正了無上福啟之後 轉了法律道諸眾生 即是告訴你們 雖然依正義制力去說是以目所得 但是依世世俗制力去說 為方便善考顧私設種種的名詞名相 務求你令到可以轉了法律道諸眾生 是不是說那麼多法律的時候 是離開了這個法性呢 不是因為是根據這個法性 那種清正平等法來講的 這些是假施直弱法 是世俗制的法 是出離這個性義的 但是又不是一樣 性義是無言無說的 有言有說當然是有差別 所以說非的又非利 雖恨浩薩道 但是不動這個性義底 恨浩薩道是動的 但是它是不動這個性義底 還有什麼不動這個性義底 我是不是越解越明白 因為這些是聖意底裏 本無言說的 既然你要用言說來解一個無可言說的 那當然是有些辣薄一點 是不是 在聖解科研那裡 你現在想問的就是問什麼意思 是不是中了阿洛漢之後就發菩提心 我告訴你阿洛漢有兩種阿洛漢 有一種是定性的 有一種是不定性的 什麼叫定性的呢 由始至終他都不發菩提心 我是做了阿洛漢 了生脫死就無如烈菩提心就算了 這個叫做定性 這些人你怎麼跟他說呢 他都不會發菩提心 就不會要菩提心 但是另外一些呢 他呢 我暫時是做了這個星脈阿洛漢 我不一定是領狗都是做阿洛漢的 我有機會呢 我就會發菩提心了 所以呢 那些就叫做不定性的星脈 不定性的阿洛漢 如果他做了阿洛漢 而轉發菩提心的呢 他入了菩薩的第八地 菩薩的第八地 所以呢 不是說做了阿洛漢 就永不發菩提心 是定性的星脈 他自己根本上是沒有發菩提心的 如果他不是定性的星脈呢 他一轉發菩提心 他就入了菩薩的第八地 那些朱天是 他跟朱天說 那些朱天 他的意思是 因為朱天已經大部分 從山都很容易 都可以暫時決定 起碼 那些朱天不是說過阿洛漢 阿洛漢已經決定六道輪迴了 那些天人就是六道輪迴之中的其中一道 所以六道輪迴就是什麼呢 天、人、阿修羅、地獄、鵝鬼、畜生 那些六道 那些六道就是輪迴的 所以說 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生天呢 初初那些人覺得苦 是人間受苦的時候 他就說 最好 怎麼能夠讓我叫你這個苦呢 上去天 就是好 口一口 不用那麼苦 那時候 最苦的眾生來說 就是 如果你想收 你不要作惡 你就會生天 後來再說 生天就是一個暫時的避難所 做完這個天 因為他仍然可以互動 做人 又可以又落死肉 又可以做惡鬼 又可以做畜生 又可以做那些天龍發露 是可以略為的 所以 天是不夠勁的 有很多人 車路上了天之後 亦都希望 要生血死 就做阿羅漢 我們要記得 佛教是有五成的 第一是日成 第二是天成 第三是阿羅漢 第四是菩薩成 第二是佛成 現在我們是日成 有很多人 就求神做天 這就是日成 天成 如果你想想 我不想六道輪回 我想收盡 短盡煩惱 免生死 做阿羅漢 如果你說做阿羅漢 只是智利 不可以利他 做菩薩 就可以利他 做菩薩 仍然有生死 理得 是德界自在 所以 做佛 就能夠 成佛 就得大自在 最常識 就是這個佛 所以說 我們修行 好像 其中我們有幾個站 最好 能夠去到中站 去到佛 那裡自下車 只要下車 但是有些不是 雖然我去到天人 就在那裡下車 就上了天 到響命天福盡 就有事要下落 有些就說 哎呀 不要了 不要做六道輪迴 又不要教化他 又不要教化眾生 很認真 眾生 南朝南复 自己做阿羅漢 好了 他就收到阿羅漢 就下車了 到後來想想 做什麼 做什麼 自己收到 通常是一億人 要救人 要救眾生 不如去做菩薩 他又在菩薩 菩薩還沒有到中站 給不太耐心 再去收 然後到佛 那就來到中站 所以我们说 佛有很多 由初发生亚军至佛 中途有很多个站 看看你下不下站 如果你埋站 你就没准备佛 如果你不埋站 你可以坐到终点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 天是第二站 什么时候都没得到学佛 学佛就要去到终点 天是第二站 阿罗汉是第三站 那些词验知者的意思是 由天入了声闻播放 这两个阿罗汉的站 它只是那些定性的声闻 现在词验知者的意思是 由天入了声闻播放 就是那些定性的声闻 你没有说清楚有些 你没有说清楚有些 声闻是不定性的呢 可以一样继续修行 就是前言尊者在 对那些朱天教训他们 如果入了声闻播放 他们不服能发大福人心 他们是指那些定性的声闻 不是指全部的声闻 是定性的声闻 他知道的 他定性的声闻 他知道的 清闻是有两种人的 他那时候不服提心 所以这个《大般若经》 就是希望那些人 听了《般若经》之后 由这个声闻 转发大福提心 他是希望那些声闻 转发大福提心 他并不是说是断些人 是做声闻的 这个是《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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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在劝发大福提心 他并不会说 如果那些人 没有心机 去收的 就会召他们 来做他 去发生的 当然是断些 发生的 要把他处理 给我发生的 发生的 最后 隔离 一路 可以 看到 这多么 你 我心裡是很深刻的 這個本體本來是清淨的 本來是無一律的 是清淨的 但是心裡有很多能量可以發揮作用 他遇到什麼時候 他遇到那些無名 即是那些集業的元 他便起無名 所以說這個書裡也有 無始終無奈外 搶立命為法性 由法性亦發生 因不覺就好無名 因未知到有那些不清楚的元 因不知的元 所以便變成了無名 有了無名 所以他便便有這個業 有這個無名 而黑黑形式 色色圓形式便便有生死 所以 所以律師說 你很清楚知道 人的心性是清淨的 但是 他是有力 有能 能夠燃起很多東西 看看他遇到什麼 他如果遇到那些無名的時候 他便會成佛育牛獎 如果他遇到這個智慧的時候 他便會成佛育獎 宋明哥你說什麼 你明白嗎 我告訴你 你很明白 嗯 菅姑娘 请求在法相遗识宗及般若宗观都有很多论师来解释佛经和众 但是那个如来藏系有没有论师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没有论师做这件事呢?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如来藏很多经都是说这个如来藏 你知道如来藏和我们的法姓本来就是一样的 为什么叫做如来藏呢? 这个如来藏就是说如来藏就是阿拉耶诗 它有成人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未曾成分 所以就叫做如来藏 又是不空如来藏,又是不空如来藏 空如来藏就是说你本来的心性就是如来,本来的心性是本体来的 但是当你没有了烦恨的时候,那就是空如来藏 所以你要怎样然后叫做空如来藏呢? 因为因为有烦恨,所以要通除烦恨,然后就叫做空如来藏 空如来藏就是说你是有成佛的胎藏,有成佛之一 不过你要空如来藏就叫做空如来藏 但是为什么又叫做不空如来藏呢? 那不是说除了烦恨之后就一切都没有的 因为你在这个收到的时候职集很多的功德 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变财 你是足以来做你将来是成佛的资料的 你这些所作的功德是不会的,是存在的 这个就是不空如来藏 即是你这个本体上是如来,但是是胎藏 而胎藏之中有这个需要空的烦恼 要空了这个烦恼的时候的空如来藏 但是你职集很多功德智慧,将来可以到中生日 就有不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 为什么还叫做如来藏? 因为他还在未成佛的阶段里 还在阿拉仪式当时,你不可以说他是如来 因为他还未成佛,他还有烦恼秘书 所以就是叫做如来藏 就是什么?法性 如果在法性来说就是如来 但是如果你在祭法式来说,你就是胎藏 还未成佛,就是胎藏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不明白这个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成佛的基因 你有这样的基因是可以成佛的 不过你还要空,空什么呢?空除一切的烦恼 但是你只是空除一切烦恼 就是你要到中生的 你要职集一切,空得智慧之量 不空如来藏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解法 有很多解法将这个心性说到有很多好的主要 但是在《唯色》里面,发想中的《佛经》里面所说的 如来藏就是如来的因子 如来的因子是什么? 心就是如来的因子 在你生佛中生生无痴恋的时候 你就是如来的因子 如果你还是第八色的时候 你就是如来的因子 郭姑娘,我问个问题是 比如中官他们是有启陀培萨 农树培萨和卵诗 发想为色,有无酌世亲等等的论诗 但如来藏系不见有这个论诗 为什么有他的情形呢?我问他 我问一下 他说有什么,为什么? 当然,无酌世亲是根据这个发想 用来解释这个如来藏 他不是根据这个灵石经来解释 例如《语歌语经》 他说,他不是根据这个如来藏 以无性为性、以无相为相 以一切皆无理解释 当然有不同的讲法 我听不到你讲 他所听的方案 你觉得他们说? 我觉得如来藏这个系统 即是真常为色这个中态 他是没有论师的 为什么他没有论师呢? 他没有论师 比如梅着世亲是法上为色的论师 龙树陪萨、提婆陪萨、青木陪萨那些 是法上中、法上中 是论师 但是在如来状色或者真常为心里面 我们不见到有哪个著名的论师 我当年 法上和法性 当然是有论师 如内藏 不过是这个法性和法上的解释 看看你从法上那里解释 或者从法性那里解释 没有特别一个论师 来到专解如内藏 如内藏就是 就是法上中的人 如何解释 法上中的人 如何解释 根本上不是一个特别的人 要有一个专业 如内藏的律师 没有人 但现在 你现在 在法上中之中都没有一个专业 不过 你只是有法上中和这个法上中 法上中就是解释 所有的一切 一个专业 《世亲菩萨》也有讲《如来藏》 他在《灵石经》里也有讲《如来藏》 《波野经》也有讲《如来藏》 不过他不是用《如来藏》的名称 一旦是《如来藏》 他就不是特别注重《如来藏》的名称 因为所有的名字都是假之前的 尤其是在《波野经》里 所有的名字都是假之前 他不是很着重这个名字 只知道《如来藏者》是成分之恩 就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人 你作专解这个《如来藏者》 如果你哪个人有领趣 你可以特别作一个《如来藏》的文章 但是为什么由另一代 都没有一个《如来藏》的律师呢 我认为是没有这样的必要 人家也不认为是做《如来藏》的律师 是因为一个灵上而做一个律师 好了 今天过了钟了 我认为是在《如来藏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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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